殷华社报道 习近平结束金庄国家领导人会议 没有返回北京 而是突然前往新疆 无鲁木齐视察 习近平在会中强调 新疆事关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大业 要贯彻新时代党的自将防律 习指出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守卫 加强抓稳定何处发展的统筹结合 结合反恐反分裂斗争 与推动稳定工作法治化常态化 习还说要深入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 有效制定非法宗教 要把助劳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工作抓死 要坚定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 习说要抓好坚定对外开放工作 加快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 使新疆成为中国向西方开放的桥头堡 要加强正面的宣传 讲好新时代新疆故事 批驳各种不实舆论和负面舆论 要加大新疆旅游开发的力度 鼓励国内外游客到新疆旅游 这是据去年7月份 习近平13个月内两度考察新疆 在前一次是时隔8年的2014年4月访问新疆 目前中共问题可谓成灾 处处暴雷 经济问题更是哀鸿便衣 为什么习近平不急于解决这些重大的问题 相反跑到新疆为哪班呢 一习近平的噩梦 习在做储君时 就在策划他的治疆大计 那就是强制同化 种族灭绝 后调论酷利 陈全国到新疆建集中营 数百万维吾尔人 哈萨克人被关押 裂旦 新疆维吾尔的种族迫害 很快被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得知 并引发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民族抗争 众多国家 议会将新疆的暴行定义为种族灭绝 联合国人权高专的还曾在离论前前往新疆 并在离论时发表新疆问题的报告 引发了中共的强烈不满 新疆对习近平而言是生死战 没有退路 他一直将新疆自己视为自己创造的 人间奇迹 重大成就 所以中国可以有无数的问题 麻烦 但新疆在习看来一旦放松 出现反暴力的抗争 就会点燃整个中国 去年11月爆发的白纸革命起因 就是乌鲁木齐居民楼的火灾 目前中国形势严重 特别是青年失业率居高无下 这对习来说都是一场噩梦 你想新疆一旦发生暴动 西藏内蒙古 以及内地大量的失业青年和农民工 就会出现天下反的局面 二是对官员不放心 习的严苛和反腐 严苛的反腐败和倒差三十年 让本来已经缺乏激励机制的官员 更是消极无为 躺平是福 习这时 从南非金庄五国会议 结束后就直扑新疆就是一次突发 他要看一看新疆是否出现了管制的松弛 习和官员们有一个拦截的心结 那就是习不信任地方的官员 总认为他们不干活 贪污腐败 官员们已经到了官不了身的地步 不仅工资难以兑现 而且无休止的 行事主义的破事 他们今天不知道明天 是否会大祸临头 很多官员都患有忧郁症 现在崇拜习近平的官员很少 大多数牢骚满腹 无心干事 只盼望混到退休了事 所以习不放心 这一次要专门来一次突发 看一看地方官员们是否尽责 地方官员们是否踏平 三 守住重大的业绩 这次习在心间的讲话 并无太大的心意 原因是临时起义 并不是事先策划好的 而是在参加金庄五国会议 让他这种一带一路的想法 要再次强烈起来 于是想到了新疆 那么不妨在回程时 突访一下新疆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 副研究员事件宇就认为 境内外对新疆形式的解读 可谓南辕北辙 从境外看 习对新疆采取高压统治 网格化监控 形同警察国家 可是从中国境内看 自认为中共自认为 之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尤其是习近平会认为 这是他过去十几年执政的最大的功绩之一 你想想习近平三大 人间奇迹 第一大是脱贫尽小康 但现在又出现大规模老百姓 又反贫 所以这一个牛皮算是吹破了 第二个防疫 三年的疫情防控 他认为创造了人间的奇迹 但是根据美国一个专业研究所研究的报告 十二月末 中共突然放松管控 到一月份 中国预计死亡的人数 因为感染疫情 死亡的人数就超过两百万 而我的估计是三百到五百万 所以这一人间奇迹 再说下去 心里毕竟发虚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新疆的治理 因为这是国际上巨大的压力 国内也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而习坚持这样做下去 他说任何事都要久久围攻 坚持不懈 那么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事件于说 习近平第二个论期 可说在陈权国执政时 新疆问题就做了完全的解决 从2017年之后 按照中国的说法 新疆就再没有出现所谓的暴空袭击 习认为这个成绩必须要巩固下去 事件于提及 十年前习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准备向习发展 回应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写定 当时没有料到 特朗普 拜登上台后 中美关系愈加的恶化 新疆治理问题 更是显得特别的重要 事件于说 他这次去南非金庄会议 有可能有这么一种感觉 或许更深刻 所以回城时就想特别去新疆再转一转 他认为如果中国往东边 没有办法跟美国继续 好好地发展贸易和合作下去 那么往西边就是唯一的出路 而往西最原始的根据地就是新疆 新疆如果能安全 指的是地上有贸易有发展 等同于中国有了另一条出路 这次是他个人的设想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 迪李夏提指出 习近平考察新疆的讲话 再次确认和肯定 中国近年来在东土学士坦地区 也就是新疆 推行国家恐怖主义和全面殖民化政策 虽然中国目前内外交困 遭到强烈的抵制 但能显出不顾后果一意孤行 将加强和加速其种族灭绝的反人类恶行 有关习近平政府转移新疆人到内地就业 和鼓励内地人 入江发展定居 加大融合力度的政策 迪李夏提认为 习此举是利用中国人口比例百倍以上的优势 进行殖民化 通过移民强行互呛侵入人口密度 仍然普遍低于中国各省的维吾尔族民族聚集区 使他们被压缩 切割 分散 吸食 直至融合 也就是中国化 成为所谓的共同体 以军队武力为后登 也就是兵地一盘棋 这就是新建新疆建设兵坛 长期中国式殖民化的方略 对维吾尔民族实施文化灭绝 直施种族灭绝 维吾尔学者伊利夏提 曾在文章习近平的滑铁炉 始于维吾尔人集中营中指出 习也学拿破仑 从改革开放后 江泽民 胡锦涛 胡左胡右 闷声发大财的乱世中 义军突起 坐稳了总书记 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宝座 但习不是拿破仑 他没有赫赫的战功和业绩 而是靠伪装平庸上位的 当上总书记后 习就撕下了他平庸的外表 露出其残暴无情 要一统天下 唯我独争的政治野心 他先是以反腐败之名 斩杀异己 除掉阵敌 权力稳固后 又开始造神运动 最后以咄咄逼人之势 挑战世界秩序 习在他智囊的指令下 提出了所谓一带一路和中国梦 他试图通过一带一路 在国际舞台上长袖上 实现万邦来潮的盛世 通过中国梦 煽动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 使中国老百姓配合他 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但要实现一带一路 路上部分 就必须征服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维吾尔主人 因为他们拒绝汉话 并保持其独特的中亚 突厥伊斯兰文化 于是维吾尔 哈萨克等突厥民族 就成了中共政权的 独共带天的敌人 但自2017年年初开始 在国际舞台上 有所影响力的各国 都选择站在人类正义的立场上 或公开或隐蔽 对中国政府进行严厉的谴责 并要求中国 立即停止针对 维吾尔等突厥 穆斯林的种族灭局 或不担心 正当西方世界有失之事 步步进逼 第三世界还犹豫不决之时 冠状病毒在武汉爆发 由于习当局刻意隐瞒 和最初的不作为 使本来可以控制的病毒 很快蔓延到世界 祸害各国 使中国政府成为重视之地 如果说自2016年年底开始 维吾尔单枪匹马 挑战中共政权 使他步步后退 处于手势的话 2019年 香港民众的加入 更使中共政权节节败退 进退失去 2020年 武汉新冠病毒爆发 由于中共政权隐瞒不作为 而蔓延世界 可以说这是压垮中共政权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敢能喊出 如果今天不反抗 明天香港是新疆的 口号时 维吾尔人知道 华语世界已经决心 当武汉因冠状病毒爆发被封城 武汉人被全面隔离 而呼吁关注时 维吾尔人知道 中国人开始醒 当遭遇冠状病毒 袭击各国 不顾中国威胁 利用高调强调 一定要调查 病毒来源时 维吾尔人知道 世界终于 决醒了 伊丽夏提先生的文章 就像一把解剖刀 将中共政权的摔半 与维吾尔族 种族灭绝的观念 清晰地展现在 我们的面前 我不明白 在文革中 饱受苦难的习近平 为何要如此 残酷地迫害 维吾尔人 我不明白 七十年前 惨绝人寰的 犹太人集中营 为何会在 21世纪的今天 展现 我不明白 习近平的中国梦 和从华民族 伟大的复兴 为何要建立在 维吾尔人 藏人 和蒙古人的血泪上 我不明白 反复强调 民族团结 祖国统一的 习近平 为何要置 少数民族 于死地 这到底是维护统一 还是故意 制造 分裂 我不明白 那些拥护大一统 和坚持中国 不能分裂的 中国人 为何对 少数民族的 生死存亡 莫不关心 麻木 冷漠 我不明白 为何同为 伊斯兰信仰的 穆斯林 国家 为何如此的 落落 死一般的 沉寂 无论 习近平 如何警惕 新疆的 稳定 但制造的苦难 已经藏在 威吾尔人的心里 他像尖兵一样 难以消融 目前中国 百避重生 整个国家 可谓死气 沉沉 一个政权 是如何崩溃的 便是 游进 灯窟 树到 湖身上 中共崩溃是 必然的 问题是 崩溃后的 中国人 和少数民族 还要遭受 多大的磨难 才能 迎来 新生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 我们聊到这里 明天 咱们接着聊 感谢您的收看